好,那通过前面一张的学习,前面四张的学习呢,这个我们已经对这个储备的知识啊,已经很多了,那么呢,我们已经很久啊,没有再去和我们这个操作系统一个真正的一个内容啊,给它做起来,好,我们这个本章的目标呢,就是做一个独立内核的一个OS,那这个呃,所谓独立内核就是说我们可以从裸机开始引导啊,开始加载程序,然后可以交互,好,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程序啊,是什么样,是什么样的效果啊,先让大家这个感受一下, 因为操作系统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,如果我们要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感性的认识化呢,那么这个大家就可能很难这个,呃,直观的感受到我们这个程序,好吧,好,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啊,这个是我这边已经跟大家做好的这样那个kernel的程序啊,我把这个kernel的程序啊,给它烧进去啊,那很简单,还是用我们前面的方法,Wingup,CMD,还是用我们这个,这个DD这个命令啊,这个CD到OS code里面,我们这边有个DD,EVE等于什么呢,等于我们这样的一个kernel点兵, 然后off等于我们这个E冒号-D123.VSD,BS等于512,count等于一个,这个应该是,我们就写100吧,它上面有100个啊,这我也不知道这坑路有多大,应该是有8个散去这么多,这个DD会自动减的,然后呢,sick呢,让它等于9,这个是我们前面已经做好的,它能找到,它能从第9个把你的kernel给它拉起来,好,那这个成功了,好,我们给 大家看一下,这个效果是什么样子,好吧,我们启动一下啊,还是在这个地方,第四个,选一下啊,在这个地方我们选中它,这个到,第四个里面来啊,这个地方我们browser一下,到我们这边来一个,D123.VSD,黄炸,这边选一个vrpc格式的,点一个ok,我们让它启动的时候快一点啊,这个地方不要用,不要用floopy啊, 就是不要用软区,直接启动,好,启动一下,好,这边就是这个C,好,你看启动以后,然后它会告诉你啊,这是一个TineOS,然后告诉你,这是我们一个从这个bottom to corner啊,给它搞定,呃,那这个时候呢,我们直接按个回车啊,就可以进行交互了啊,它会告诉你很多,我可以看这个help的用法啊,我可以告诉你这个help的用法啊,然后呢,这个可以清屏,我,我给我看,给你看一下,我敲一个clear,啊,它就把屏幕给敲掉了,如果想看内容,help, 啊,这help就出来了,那如果说这个时候,呃,我这边还写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小的程序,我看现在时间是多少,time啊,这个是,现在路过的时间是下午,两点啊,两点,两点钟,然后这个时候呢,我如果这个,还,我自己还做了一个小的程序啊,在这个里面呢,让它跑起来了,呃,就要一个prc,哎,就这么一个小的动画,啊,然后这个小的动画做完那个呢,它还会退呼到我们这个里面来,哎,这就结束,然后这时候如果我要关机啊,我这个原,不再,不再用傻乎乎的关到命令上了,我给命令上你,power off,啊,你看,这个就关机完成了, 那这样子的话呢,就这样子是我们这个,这一章要和大家完整交代的这样的一个内容,这样呢,相信这一章以后呢,做完了以后,大家也会比较有成就感,啊,也能够把我们前面学过的所有的这些知识,啊,把它组合起来,成为一个有用的程序,好,那接下来,我们就一起动手,一步一步的把我们刚刚做的这些功能,啊,全部给它实现出来